烤蚵仔吃到飽 你好耶 阿你好耶 第三家 早上的家人 你知道嗎 我拿到53號 到幾號 9號 超傻耶 誇張耶 想吃蚵仔怎麼這麼難 我覺得蚵仔好大喝喔 對 超棒的 來 大家好 我愛情 濃濃 我朋友推薦給我說啊 嘉義東屬於港那邊有很多 烤蚵仔吃到飽 然後一個人只要200塊有找 當然又夠啊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救農霸農媽 先去嘉義吃這個烤蚵仔吃到飽 那因為呢 我昨天有打電話問 然後才知道他不能預訂位置 他就是10點半開門 他就說可以發號碼牌 可以先去後衛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是從屏東出發 然後趕著10點半要去拿號碼牌 希望我們不會等太久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 趕快 叫農霸開車 前往嘉義東施魚缸吃蚵仔 阿娘耶 阿娘耶 浮誇了 知道排到什麼時候啊 到第三家 咱們家人 不好意思 現在來到下一家 全部人都跑來嘉義吃烤蚵仔啦 我剛剛呢 去0號碼牌 然後你知道啊 我拿到53號 結果他現在叫我幾號 9號 超傻耶 誇張耶 蚵仔吃到飽 下支平日啦 這是粉絲推薦給我的 但是前面還要再整20幾組 所以是想吃蚵仔 我這麼難 點蚵仔大餐 沒有蚵仔酥 炸蚵餃 炸蚵卷 炸蝦卷 還有五味顆 跟蚵仔酥 跟蚵仔酥 蚵仔米香 你看我們多餓 怎麼煎得那麼多喔 好生氣喔 農爸說這個蚵仔很大顆耶 個大拇指 蚵仔就是殺鬼而已 蚵仔呢 好大 你會更大 我就更大好不好 蚵仔 我們現在超香啦 嗯 我們這樣幹嘛奔波那麼久 炒了兩個多小時 吃到蚵仔真的好幸福喔 一咬下去肥嫩多汁 不汁這樣子 很鮮甜啊 剛剛一下車有那種蚵仔 很多蚵仔卡的路邊 一種炒炒冰 蚵仔卡真的好臭 它的蚵仔菜我覺得應該要 用點米酒會比較香耶 它只有加香油 它每一個蚵仔都滿大顆的耶 沒有縮水耶 大概這樣子炒的它麵線 一份如果單點是120塊 好香喔 但是... 嗯 那個蚵仔好大顆喔 嗯 這個不會鹹就出來 我覺得麵線本身就有它的鹹度大 而且它很自然的 它沒有去加太多的鹽巴 去調味 因為畢竟它就像是吃蚵仔的那個鹹甜啊 它的麵線真的好好吃喔 它不會煮太爛 就嘟嘟好 三間啦 三間蚵仔蚵仔麵線 我們要拼堅 而且那一般蚵仔麵線拼堅其實很麵線 它這個麵線是它的滴蛋麵線那種感覺 欸這好推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 烤蚵仔麵線要吃耶 你看嗎 超大的蚵仔蟲蟲蟲蟲蟲蟲很大 但是蚵仔蟲裡面真的有蚵仔肉 這個要沾蒜頭小魚 好特別欸 這個蚵仔在裡面這樣子 一兩邊長啊 那個味道也太明顯了吧 欸 還有韭菜 然後那個皮還蠻爆熱 它五顆這麼大顆才75塊 今天就是一直吃不到這個烤蚵仔 今天爸爸說來這邊有多爽 有人幫我們烤好的 不用在那邊自己烤喔 真的有大顆耶 超棒的 蚵仔本身就會鹹 不用沾醬耶 如果我們今天去吃吃到飽的話 就二四六六百塊 然後就都只有蚵仔這樣 你想要多樣的話可以來這邊吃吃看 如果你是全家人一起出遊 這種店應該會比較方便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去排那種小吃店 可是那個就是要坐在那種店啊卡 然後很熱 所以我覺得那種全家可能比較不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尋找一個下午餐 就是在那個嘉義過一個很Chill 很Chill的午後 你們看你們吃完的蚵仔可在這裡耶 你們吃這幾座山啊 我的天啊 太浮誇了 大家都來東石吃蚵仔耶 太猛了啦 超漂亮的 它是個城堡耶 第一宵是一個人150 然後近代外食 GO 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來這裡當網美拍張照片 我們爸爸剛剛就去研究花花草草 你看這是那個芋頭千層蛋糕 然後這是那個巴斯克乳肉蛋糕 它都是蘋果口味的 嗯 嗯 喔 它咖啡不錯 這是巴斯克算比較重的乳肉蛋糕 哇 這是乳肉蛋糕呢 它非常綿密 對 有點絲 有點絲 對 要有點絲絲 超級 要80克 這種淡淡的蘋果香氣 口感稍微吃到一點點 蘋果的那種碎碎的小果粒 那你吃甜點一定要配黑咖啡 我來吃千層蛋糕 愛水啊 千層蛋糕 愛水啊 千層蛋糕 愛吃 剛好不會到太乾 然後滿濕潤的 然後又可以吃得到芋頭卡 千層蛋糕它不是綿密的 它是比較屬於餅皮的 可是它的餅皮感覺 你不會覺得太厚重 千層蛋糕貴就是因為 它有一層一層疊有沒有 也不會太乾 對 它的東西都好吃 連咖啡也滿好喝的 不苦澀 滿有特色的 滿推薦大家就是去 東石漁港啊 吃完東西 然後再來這邊 我覺得東石漁港 不是蚵啊 有時候就是不要假日來啦 我覺得不要連續假期 也不要假日來 因為真的會排隊排得超誇張 就像我們今天找三家 都沒得吃 那會排到幾點啊 它就是那時候才 大概11點半才到9號而已 然後我拿到號碼牌是53號 Excuse me 我等到天暗了 其實像我們這樣子 也可以直接去點餐的那一種 什麼料理都吃得到 還比較好 它簡直是沖著200塊去吃的啦 所以我覺得下次有空再去吃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嘉義東石一日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加分享囉 一日有材料的東西 材料的東西 欸 這很好玩欸 我們就是全家出來玩不要那麼緊湊對不對 中途其實我們可以去東石漁港走一走 對 因為現在有點熱 所以我就覺得怕我爸媽去會中暑 所以呢就想說那就下午再去 那大家也可以 顧宮啊 喔 顧宮南苑也可以欸 對 所以景點大家如果在東石附近 其實有顧宮南苑 然後也有那一個東石漁港 然後也可以到布袋的那個高跟鞋教堂去拍照 對 所以大家來到這邊呢 可以跟我們這樣一日遊 然後景點的部分呢 就是我剛剛推薦那些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然後真的很適合家庭來這邊 不用說很緊湊的那種拍行程啊 對 那就分享給大家囉 還沒加我爛色群 也可以加我爛色群喔 裡面會推薦一些好吃好玩的 還有農貝果優惠不定期會給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